今天是我的產檢第32週 要檢查第二次 糖水測驗的結局 不知道有沒有過 如果沒過一下只要喝100克 我不要喝100克 我上次喝75克我都快吐了 那要來看一下寶寶有沒有再稍微長大一些 現在要來去給醫生看一下 看他是不是一切都正常 老菜等一下要看糖水的檢測 然後手裡拿著一杯冠衣拿緊 好喝喔 好喝喔 好糖的 等一下測都沒過這樣 等一下不用測等下是看報告好不好 一般來講 我們三個 因為三次元素有一次超過沒算 可是因為你就是剛好在那個線上 你知道嗎 我們剛好第一件小子是180 結果可能抽選也是剛好到180 所以我不用再驗了 等一下問看那位是他要不要看你平均的 不用再喝糖水 不用再喝 但是不用再喝 是抽選要不要我們要確定 你知道就是剛聽到消息 然後我的糖水在邊緣子 然後我的頭上瞬間就是骨骼驚嘆 我該不會不用再喝第三次糖水 還好在邊緣子 但是今天血壓稍微偏高了 剛剛護士問他說 哎呀你家裡有沒有就是這樣子病 哎呀他血都沒有高嗎 他那個病的病 然後結果老蔡姐問回去 那我先證他那天的家居這樣子有影響嗎 不是啊 那因為那個是我們兩個一起產生的結晶啊 那你們家那邊有影響 沒有那個是寶寶好不好 你那個去幫我什麼事啊 不是因為可不可以寶寶比較高的女生 所以我哪有很蠢 這問題很重要 只是你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像說 哎我長不高 所以我老公放在baby 價值我長不高 所以我長不高 所以你剛才很會笑啊 對嗎那是什麼蠢問題 對嗎那是什麼蠢問題 硬體口罩檢檢查的運作 醫療精 我已經有做過一次檢查了 我現在不想再檢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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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 我想要等 結束後 你不要檢查 沒有喝第三次了 沒有喝第三次了 對就要回去測血糖 對就要回去測血糖 就要買血糖機自己測 大一點 比較大 嗯 頭有大一點 一千六 嗯 也可以啦 一千六可以 一千六可以 三十一週 下次應該會有兩千多 他每一個階段 長的那個速度不一樣 那不是說平均每個 大概每個月長的 那個他越到後面 越不會 他會越不會改變 好像你現在三十一週 多排就很會 好 不要 不要 然後再把他回家 醫生說我過關了 所以我現在很開心 我不用再驗一次 醫生說也沒喝驗一次 再來一次 我不用再抽血了 好開心 我過關了 我要去批架 好 好我們終於產檢完了 好久喔今天 對我花了很多 披架 披架真的蠻多人的 就是來醫院看就是 最花時間的其實是披架 好那這一次 產檢完之後 最開心的就是 我彈水過關了 雖然在邊緣直 但沒有開始 低空飛過 但我旁邊那個老真 一直在唸 一直睡著唸 在我心裡面這樣 還不算過關 還是要持續控制 所以我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要再努力的吃 然後讓寶寶長大的速度 有在他的週數上 各次是32週的產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追蹤我們的FB和IG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